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咱们的话题 从新西兰海岸上的不明漂流物说起 说在奥克兰市的西北方向有片海滩 叫穆里淮海滩 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一位叫Melissa的游客来到了海滩上 大老远的他就看见个奇怪的东西 这玩意从远处看像一头搁浅的鲸鱼 不过走近一看就不对劲了 密集恐惧症的观众估计要崩溃 这上面密密麻麻的长满了触手 既像是触手又像是大虫子 总之让人毛骨悚然 Melissa拍了照片发到了网络上 问大家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很快这些照片就传开了 爱好者们纷纷开始猜测 这个人称穆里淮怪物的家伙 到底可能是什么 有人说是未知的深海生物 有人说是个另类的艺术品 还有人说是陨石带来的外星生物包子 在地球的海洋当中复活了 非常的有想法 最后呢 新西兰海洋科学协会给出了答案 说这玩意儿其实就是块漂流木 上面像触手一样的东西 是一种藤壶 叫鹅藤壶 或者叫鹅井藤壶 因为看起来像鹅的脖子 所以才叫了这么个名 从出身上来说呢 绝对是咱土生土长的地球货 跟外星生物没有半毛钱关系 那么考虑到好多观众 对鹅藤壶都很陌生 所以咱先来了解一下 这种被称作地狱美食的鹅藤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吧 要说藤壶的话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寄生在坐头鲸身上的那些家伙了 那么实际上呢 世界上的藤壶有很多种 在生物学分类里面 它们属于节肢动物们 多甲总缸 六幼生缸 万足下缸 也就是说 虽然藤壶看起来像贝类 但实际上跟螃蟹啊 龙虾啊 它们是亲戚 属于节肢动物 有点匪夷所思 这其中除了大家熟悉的藤壶之外呢 还有鹅藤壶啊 蟹奴藤壶啊 等等非常奇葩的物种 每一种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首先咱先从鹅藤壶说起 那么鹅藤壶最引人注目的事儿 莫过于它的美食属性了 这些长得像大虫子 看起来有点恶心的家伙 其实是一种很高档的食材 尤其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 非常受欢迎 另外呢 东亚地区也吃它 一般管它叫龟族 宝可梦里面的龟角角和龟族巨铠 就是以它为原型的 鹅藤壶末端有坚硬的外壳 从里面伸出触手来捕捉浮游生物 经过幼虫阶段的流浪之后啊 它们会附着在坚硬的物体上 被海浪冲刷的盐壁上比较多 只能趁落潮的时候去找 采摘的危险性很大 收获量很小 这是它卖的贵的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好吃 鹅藤壶吃起来像龙虾的味道 有点微甜 而且很有嚼劲 独特的口感 再加上物以稀微贵 这价格可就居高不下了 贵到什么程度呢 说个头不大 品相一般的 也能卖到200欧一公斤 总裁甚至跟我说过 他吃过3000块钱一斤的极品贵族 直接惊掉我的下巴 看来我那吃不起的海鲜清单里 又得加一个了 然后咱再回过头来 看看新西兰的牧里怀怪物 从图片上来看呢 这上面的鹅藤壶啊 不仅量大 而且个头还大 可以说各顶各的都是极品 不过可惜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Melissa知道了 它们的来头 回到海滩上的时候 这些藤壶早就已经臭掉了 瞬间感觉损失了一个一 是吧 对了 上次咱们讲完抹香精之后 好多观众表示说 要到海滩上去找龙仙香 这下好了 除了龙仙香之外 大家又可以多一个目标了 好了 说完了鹅藤壶的美食属性之后 咱再说个有趣的事 其实除了鹅藤壶之外呢 还有种动物叫藤壶鹅 而且一看到藤壶鹅的长相 你就能知道 这俩肯定是有故事的 因为实在是长得太像了 毫无疑问 藤壶鹅这个名字 就是从它长得像鹅藤壶来的 而且实际上呢 藤壶鹅和鹅藤壶的渊源 绝不只是长得像那么简单 如果追溯到12世纪的话 在当时的神话故事里 藤壶鹅竟然是从鹅藤壶里面孵化出来的 甚至有人声称说 自己亲眼看见藤壶鹅刀挂在漂流木上 后来长出翅膀飞走了 非常的离谱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荒谬的言论 为什么直到18世纪末的时候 还有人信呢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藤壶鹅是在北极的岛屿上繁殖的 所以当年的博物学家们 谁都没见过它繁殖 都不知道它打哪来的 如果说它是在水下出生的 那就说得通了 另外一个原因呢 跟吃货们有关系 因为在有些宗教里面 在戒日期间是规定不能吃肉的 飞禽走兽都不能吃 不过藤壶鹅是个例外 他们说藤壶鹅是从鹅藤壶里孵化出来的 因此属于贝类或者鱼类 不算鸟类 但吃无妨 就这么地才让藤壶鹅蒙收了几百年的不白之缘 另外呢 还有一种说法 说有一种树叫藤壶树 藤壶树的果子熟了之后 就会从里面钻出藤壶鹅来 虽然后来普遍认为 这藤壶树就是从漂流木引申过来的 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 就是不管是树上结的果子 还是漂流木上的贝壳 都决定了藤壶鹅并不属于鸟类 对于某些人来说呢 只要蛋吃无妨就可以了 至于它到底跟鹅藤壶有没有关系 真的没那么重要 就算人家藤壶鹅把蛋吓在它们面前 不愿意相信的人 终究还是不会相信的 接下来就该说说大家熟悉的藤壶了 也就是长得既像贝壳 又像大蒜的那种 有的固定在朝间代的岩石上 有的寄生在鲸鱼乌龟它们身上 如果单独说藤壶这个词的话 指的就是它们 因为这些家伙实在是太像贝类了 就连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 林奈和俱维叶 当初也把藤壶归到了软体动物里面 后来直到1830年的时候 英国动物学家汤普森 弄清楚了藤壶的真相 他仔细观察了藤壶的幼虫 发现它们的发育过程 跟螃蟹啊龙虾啊这些节肢动物非常相似 因此提出应该把藤壶归到节肢动物们 而且藤壶幼虫的六个发育阶段 就是它所属的六幼生刚这个名称的来源 好吧 虽然藤壶的幼虫暴露了它的真实身份 不过怎么来理解它发育成熟之后 跟虾兵蟹匠们完全不一样的身体结构呢 其实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 大家可以把藤壶想象成是一只躺平了的虾 说藤壶幼虫找到适合定居的石头之后 就会头朝下分泌出藤壶胶 把自己固定在石头上 然后虾的外壳高度钙化 变成坚硬的侧板 包裹住整个身体 所有的腿从上面伸出来 演变成朴实浮佑生物用的触须 经过这一通改造之后 终于变成了一只光躺着就能吃饭的藤壶 这样就好理解了 那么跟进化路线完全不同的虾蟹亲戚们相比呢 藤壶虽然在食物来源方面明显的捉襟见肘 但是好在啊 躺着不动就行 能量消耗也少很多 光靠送到嘴边的浮游生物啊 小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也就是说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花销也不大 宅在家里一辈子不出门 吃饱不饿就行 妥妥的就是低欲望生活的典范啊 是吧 而且啊 这货基本没什么肉 连被吃的价值都没有 所以又少了人类这么一个天敌 这也算是躺平的好处之一了 当然了 对于世界上所有有性繁殖的动物来说呢 即使再没欲望 有一件事还是要追求一下的 说起藤壶的交配和繁殖啊 可以说是最有趣的一件事了 你想啊 藤壶分泌出世界上最强力的藤壶胶 把自己粘在石头上 无论如何是动不了了 怎么才能跟其他藤壶交配呢 这是个问题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咱讲过的珊瑚啊 珊瑚虫也面临这个难题 不过它们的办法很简单 不需要交配 只要雄性和雌性步调一致的 把精子和卵子同时释放到水里就行 全程无接触非常方便 方便是方便了 同时也少了很多乐趣 在这方面呢 人家藤壶可比珊瑚虫们有追求多了 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这么敷衍了事 那么说藤壶在定居下来之后啊 会释放出一种性吸塑 吸引其他藤壶幼虫也来定居 这就是为什么 它们通常都成片成片的原因 也只有大家尽量挨在一起 才有交配的可能性 那么实际上啊 藤壶其实是雌雄同体的动物 同一只藤壶既可以当雄性 也可以当雌性 至于谁来雄性 谁来雌性呢 一般都是跟邻居们商量着来 以尽可能多的配对为准 好了 有人决定当雄性之后 接下来啊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雄性藤壶会伸出一根触手 去敲邻居家的门 看看谁家还有没用过的卵子 如果隔壁家没有 就得再往远处找 为了保证能找到呢 就要求这根触手啊 必须得足够长才行 长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来说的话 能达到自己身长的八倍之多 这个惊人的比例是所有动物当中最大的 大家用自己的身高换算一下的话 就知道有多厉害了 绝对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杀器 而且啊 藤壶的大杀器还成功的引起了一个人的兴趣 他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专门来研究藤壶 成为了世界上研究藤壶的第一大权威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查尔斯达尔文 说1836年的时候啊 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 完成了历史五年的环球航行 通过观察和记录世界各地的动物啊 植物啊 化石啊 等等样本 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和证据 这才催生了他自然选择的念头 回到英国之后呢 达尔文就开始分析和整理这些证据 试图归纳出一种新的理论 不过这件事啊 并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达尔文心里面已经有了进化论的雏形啊 不过总感觉还缺点什么 他总觉得还得有些决定性的证据 才能支撑起自己的理论 所以一直在犹豫 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这时候啊 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 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指点了他一下 老胡说了 说你作为一名生物分类学家 至少应该做到对某一种生物 无所不知才行 只有在某一个门内变成绝对权威 你的理论才能有说服力 达尔文一听这话 立刻就有一种波云见日 醍醐灌顶的感觉 他说老胡你说的太对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于是乎 咱们今天的主角藤胡 就成了被达尔文选中的物种 达尔文从1846年开始 一门心思扑在藤胡身上 研究各种藤胡的演化关系 沉迷到什么程度呢 说小达尔文甚至认为 世界上所有的爸爸都是研究藤胡的 他曾经问小伙伴说 你爸爸在哪研究藤胡啊 就这么的夸张 最终达尔文花了八年的时间 解剖了一万多个藤胡标本 变成了世界上最了解藤胡的那个人 也就是老胡所说的绝对权威 这么一来呢 有了环球航行当中收集的大量资料 再加上八年藤胡加以验证 达尔文终于在1859年 信心满满的发表了自己的著作 物种起源 而且在物种起源里 他多次引用藤胡作为例子 来解释自己的理论 增加了进化论的说服力 这么一套建立在观察和实证基础上的理论 也很快获得了科学界的认可 所以可以说进化论的出现 跟藤胡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之前咱讲做头巾的时候 我发现了 有好多观众都对做头巾身上的藤胡耿耿于怀 说这些玩意儿实在是太讨厌了 头上啊背上啊凶旗啊到处都是 甚至连人家的隐私部位 他们都不放过 就很过分 还有就是做头巾很喜欢飞跃 突然跃出水面 然后重重的拍下去 所以有人认为呢 这就是因为藤胡弄得他太痒了 所以他才这么干 想把藤胡给甩掉 关于这个说法吧 其实没什么依据 因为像是抹香精啊 长须精啊 这些身上不怎么长藤胡的家伙 他们也经常跃出水面 而且鲸鱼这种行为啊 主要发生在交配繁殖集结 主要起一个社交的作用 跟藤胡关系不大 再说了 藤胡把自己嵌到鲸鱼的皮肤里 非常的牢固 做头巾就那么拍几下 是很难摆脱他们的 不过呢 大家也不用太替做头巾担心 因为金藤胡的寿命啊 只有一年左右 到时候他们自己就脱落了 所以在鲸鱼活动的区域 就会留下很多金藤胡的残骸 古生物学家们通过地层当中 金藤胡的化石 就可以了解古代鲸鱼的分布 还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实际上啊 很多研究认为 做头巾不但不讨厌藤胡 可能还挺欢迎他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之前提到过一件事 就是做头巾这家伙啊 天生就喜欢打虎鲸 不过作为一名虚鲸来说呢 并不能用嘴去咬虎鲸 所以就只能各种勾拳伺候了 这时候他胸骑上的那些藤胡呢 就起到了直虎的作用 很容易就能给虎鲸打个皮开肉战 另外咱还提到过 虎鲸群攻击灰鲸的事 他们会用脑袋去撞灰鲸 试图把灰鲸撞晕 假设虎鲸撞的位置 刚好有一片藤胡的话 想必一定很酸爽是吧 所以啊 就出现了这么一种说法 说虎鲸啊 海豚啊 这类速度型的动物 因为游速很快 藤胡幼虫很难附着在上面 所以他们才不长藤胡 而作头鲸和灰鲸这些大家伙呢 并不靠速度去胜 所以干脆牺牲点速度 沉寂一些藤胡 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和盔甲 是这么个道理 当然了 人家作头鲸开放自己的皮肤 给藤胡提供了住所 这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可是你偏偏要住在人家的隐私部位 就有点不厚道了 好吧 如果藤胡跟作头鲸的关系 还有点互惠互利的话 那它对于海龟啊 海牛啊 螃蟹啊 以及人类的船只来说 那可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尤其是海龟啊 随随便便就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后背上常年累月的积攒藤胡 又没有养养挠 可以挠一下 只能越攒越多 就像得了不治之症一样 实在是有点太惨 好在啊 有些比较幸运的海龟呢 遇到了一些善良的渔民 渔民们费心劳力的 帮海龟清理掉藤胡 然后放归大海的画面 可以说呢 是相当和谐了 虽然对于被清理掉的藤胡来说 多少有点不公平 但是考虑到海龟宾威程度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多帮一下海龟吧 那么藤胡除了威胁到海龟之外呢 对人类的船只危害也不小 有这么一个研究数据 说船底布满藤胡的船只啊 在航行起来的时候 会多消耗大约20%的燃料 而且速度明显变慢 所以定期清理藤胡 就非常有必要了 具体怎么弄呢 高压水枪就不错 只要水压足够高 不怕藤胡粘得牢 用水枪清理藤胡的效率 还是很高的 说到这儿啊 咱得提一个事儿 就是号称大航海时代 海盗船上的第一酷型 拖龙骨 什么意思呢 说如果有人犯了大错的话 就会被拴上根绳子 扔到海里 然后被从船的另一侧拖出来 这件事儿最恐怖的地方在哪呢 就在于船底的藤胡 一般来说啊 海盗船常年飘在海上 船底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藤胡 把犯人从这上面拉过去一遍 可想而知是有多残忍啊 是吧 所以啊 在海盗们的酷型排行榜上 拖龙骨是比喂鲨鱼 还要残忍的存在 说原产于大西洋东北部的冰蟹 现在已经入侵了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 世界百大入侵物种里面就有它 它对入侵地的生态和渔业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虽然好多地方啊 都鼓励捕捞冰蟹 但是效果非常一般 冰蟹的数量还在增加 怎么办才好呢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生物防治的方法 所用到的生物就是一种藤胡 叫做泄奴藤胡 这泄奴藤胡啊 在幼虫阶段跟其他藤胡差不多 不过定居生活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喜欢定居在哪呢 他喜欢定居在冰蟹身上 不过有一点啊 就是只有雌性泄奴藤胡才有这种寄生的行为 至于雄性干嘛去了 这个有点悲催 咱一会儿再说 说雌性藤胡幼虫遇到冰蟹之后啊 会在冰蟹身上打个洞 退掉自己的腿和外壳 钻到冰蟹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就很恐怖了 潜入成功的藤胡呢 会像植物一样开始发展自己的根系 全面接管冰蟹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 这时候的冰蟹啊 仍然还能正常生活 该吃吃该喝喝 不过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们再也不能生长和繁殖 因为所有的营养都被藤胡洗走了 冰蟹没有任何办法 那么等蟹奴藤胡发育成熟 准备繁殖的时候 它会长出一个巨大的卵巢 就在冰蟹的肚子里 被完全控制了的冰蟹呢 会把藤胡的卵当做自己的卵来照顾 而且更离谱的是 如果被寄生的冰蟹是雄性的话 它竟然也会把自己当成雌性 像雌性一样去照料卵 甚至为了更好的包裹藤胡卵呢 雄性标志性的尖肚皮还会变宽 变成像雌性那样的圆肚皮 非常离谱 好了 接下来就轮到悲催的雄性蟹奴藤胡登场了 为什么说它悲催呢 是因为它在一生当中都没有发育成熟的权力 雄藤胡会以幼虫的形式 钻进雌藤胡的卵巢里面 让卵受精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这就是雄藤胡的一生 也就是说 雄性蟹奴藤胡的一生 就是作为一颗精囊而存在的 最后钻进雌性的肚子里 就是它的归宿 这么极端的两性关系也是没谁了 那么鉴于雌性蟹奴藤胡强大的控制力呢 有人就提出了用它来消灭冰蟹的办法 不过这件事啊 风险还是很大的 因为已经有实验表明 蟹奴藤胡偶尔也会寄生在某些本地螃蟹身上 如果人为散布蟹奴藤胡的话 一旦它们适应了新的宿主 那造成的后果可比冰蟹严重多了 所以啊 目前大多数国家仍然是通过鼓励捞 提倡食用来对付冰蟹入侵 在控制螃蟹数量这件事上 多发动发动吃货 多研究研究食谱才是网道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